这位日本美女的来头可不小 这个被印在日本钞票上的人 就是他的太爷爷 是从小被当作大小姐来教育的上流人士 因此新渡户十分好奇 穷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他满心期待地按下门铃 却过了很久门才被打开 男主从门缝里探出脑袋 今年35岁的滕田真 是个游戏重度发烧油 从29年前发布的红白机开始 到超级任天堂系列 相关的游戏软件他都有 现在他一边做游戏达人 一边打工维持生活 其实滕田月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每月收入26万日元左右 相当于15000人民币 但他的房租就花去了五分之一 除房租以外 比重最大的游戏相关的支出 住这么贵的房子 纯粹是为了放置大量的游戏 滕田热情的邀请人参观家里 可是这很容易踩到 还叫人家小心一点 一走进去 几乎看不到墙壁 各式各样的游戏 放置在置物架上 仅仅是这个走廊 放着的游戏就有一千个 进他的生活区域看看 这实在是太夸张了 里面除了一个床垫 其他地方堆满游戏 在这个狭小的客厅里 竟放置了两千个游戏 睡觉的空间只有1.6平方米 更觉得还在后面 说是扑塔塔米的侧卧 实际还是游戏的仓库 只看得到一点点塔塔米 里面的游戏居然有五千个 换谁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下把嘉宾都整崩溃了 这里到处都黑黑的 但腾田还想为自己辩解 这个男人有多疯狂 为了收藏心爱的游戏 把家里堵得水泄不通 进门也只能侧身通过 厨房里除了洗碗池 其他地方全被游戏占了 腾田表示 这哪能吃得下饭呢 看着洋洋得意的藤田 嘉宾已经懒得跟他叨叨 因为还有更夸张的 就连厕所也难逃一解 家宾已经无力吐槽了 甚至崩溃到咳嗽 没想到浴缸也不能用 你也看到了 里面全是他的宝贝 大概有四百来个吧 所以腾田平时都是淋浴 洗澡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为了不让水喷在上面 腾田把花洒转到一边 在角落里蜷缩着洗澡 嘉宾这一次真是 小到拉屁股开得眼啊 他为了买游戏欠债1000万 现在以每月3万的速度还款 你知道他需要还多久吗 腾田告诉嘉宾 自己租下了两个仓库 专门放置心爱的游戏 他可以为游戏付出一切 嘉宾听到瞬间傻眼 真的活该你单身 但他有了这些游戏 确实也不需要女友 除了工作时间 每天都会玩10个小时以上的游戏 说着他开始展示自己的游戏技术 看着这灵活的手指 确实是没少玩 他详细讲解了这个游戏中 很难操作出来的极限跳跃 可对于从不玩游戏的嘉宾来说 完全感受不到他厉害的点 同时嘉宾还惊奇地发现 同样的游戏 腾田会收藏好几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了下午 腾田来到一家专营古老游戏的点 作为这里的常客 一来就开始挑选起来 即使是已经有的游戏 只要发现包装完好的 也会马上买下来 突然他发现了好东西 这是装满游戏的盲盒 他一下就买了两个 不用开箱都感觉赚到了 这一趟下来花掉了10800日元 一出店门 他就迫不及待地拆开 回到家里 腾田就开始准备晚餐 为了省钱 他基本都是在家做饭 今天吃的是蔬菜炒肉 吃惯山珍海味的嘉宾 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 才勉强地吃下去一口 尴尬地挤出了一句话 这大概是他最得体的反应 吃完晚饭 当然还要玩游戏啊 腾田拿出一个很炫酷的游戏装备 这是最原始的一款体感游戏设备 要比威有早十五年 嘉宾瞬间被他的热情所吸引 不知不觉就一起玩了三小时 两人一直玩到深夜 嘉宾怎么还换上睡衣 这个问题咱们不深究了 看看他能不能得到梦想金吧 很显然 一般人还是无法理解 如果你是在场的嘉宾 会支持腾田拿到梦想金吗